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剛剛提到 我要統計的 可能有個欄位 因為沒有那個欄位 你就沒辦法做統計分析 我想要知道一個答案 就是到底台北市全部 哪一條路 也不是哪一條 大概前十名好了 切斷案件發生的前十名 幫我列出前十名 那我要怎麼知道前十名 到底是哪幾條路 接 可能還有到 所以那個名稱的話 那我們要分析 其實有點麻煩 這個命方當然你可以用 那個函數可以解決 要不然的話 你可能 太複雜的事情 有的時候 我會想要 就是想到的方法 通常就是寫一個程式 用VBA 那我也試過 就是說 這個程式你不會寫的話 是可以問那個 Chargbt 請Chargbt幫你寫 我後來發現我問Chargbt 他真的有給我一個答案 而且這個答案還真的可以跑 好像我有把它貼到 那個雲端上面 就是 詢問那個Chargbt給的 他真的給我一個答案啊 我記得好像我也把它貼到 底下這邊吧 這邊有一個這個Chargbt的 那個給的答案 這個 Chargbt產生的程式碼 那我就問說 就把那個敘述一下跟他講說 你請你幫我產生一個就是路街道的一個程式 然後呢 他真的就給我一個一個一個程式 那後來發現這個程式把它貼到VBA裡面 真的可以得到那個路街道的結果 他還滿厲害的 而且我敘述沒有說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其實好像也能夠了解我的意思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他這個寫的其實也有一點點複雜了 那我們假設我們不要用他的 我們假設自己想好了 用我們之前想用過的那個方法來試試看好了 那其實你可以想得到 因為他的規則大概分析一下 因為他的地址尾巴的那個字一定是 要不就路嘛 有沒有什麼什麼 新生北路 然後莊敬路嘛 這個都路 那這個是街 有沒有 然後可能底下還有市民大道 應該沒有凱達格蘭大道 OK 是不是凱達格蘭大道好像只有總統府吧 OK 那邊幫我們住人 那所以呢 可能會有三種 尾巴那個字可能有三種 路或街或道 那所以呢 我們給一個蘭位名稱吧 蘭位名稱也許叫做路街道 好 這個蘭位 第一個 我先增加一個新的蘭位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大概知道他尾巴那個字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街 也可能是道 三選一就對了 三種 其中一種 那前面的這個字 就是那條路的前面這個字 可能也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就是他前面是區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他前面是零 第三可能性呢 好像底下還有什麼什麼零的 我記得好像 我有看到那個什麼 他前面好像有零的 有沒有 底下是不是有那個 什麼什麼零 什麼什麼路 他有多一個零的 也就是說在這裡 有沒有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這個應該是第39列的地方 他剛好前面是零 所以我剛剛分析一下 也就是說他前面的那個 就是我們要的資料的前面那個字 也是三種條件 要不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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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特別注意 零、零、零、零 這個有順序的 有沒有 他一定是要先 有沒有 因為像這個是 零跟零跟零都有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話 應該是要先找找看有沒有零這個字 如果沒有零這個字呢 那你就再去找零這個字 如果沒有零 那一定會有零啦 因為每一個地址裡面絕對都有區 那如果假設我知道有這個字的位置的話 那我就把它找到這個位置 在下一個字開始 然後呢 要取幾個字呢 欸 你說可能有三個字的 有沒有 可能有中校公文是四個字的 欸 那有三有四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可以 判斷長度的話 那可以有一種方法就是 再去抓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減掉前面的這個字的位置 那我就知道它到底有幾個字了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那個規則給找 不過剛剛想的這個 哇 那很麻煩 因為有三選一 那怎麼做 我要交過一個方法 第一個 乾脆你們先在第39列這邊 先做第一次練習 就是先找零看看 所以呢 一樣在 為什麼要特別在39列 因為只有這邊有零嘛 不然其他地方沒有一定找不到 那我們先找這個開始 然後插入這個文字的函數裡面 一樣用那個fine 那fine的話呢 fine哪裡 fine這個好了 這個f39這個 我們跟進一下 應該是這個 within的話呢 就要找什麼 找那個零這個字 所以我們先找零這個字 你不能先找零 OK 一定要先找零 不然的話 如果你先找零的話 那它會 有沒有像這個地址裡面 就會先找到零了 就不對了 因為它這邊就 就有沒有 在這個位置 它抓的話 變成一零也會包進去 不對 所以先找零 好 那你會看到這邊 就是11嘛 但如果你假設要找路 有沒有 假設這個 我找路這個字 14嘛 所以14-11 不就剛剛好 就是三個字 那就抓到我要的 所以我們先把零這個字先找到 零 OK 好 那找到之後 11嘛 按確定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如果把它往上填滿 一定會發生錯誤 所以往上填滿的話 理論上應該有零的 就不會發生錯誤 可是你會發現上面 全部都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上面都沒有 找不到零這個是 因為所有地址裡面 只有到這個才有零 然後上下填滿好了 哇 有零的好像不多 不過它這個 這個承辦人 它也有點懶 那應該要把它統一一下吧 如果要有零 全部都零 有的零 有的有零 要不然就是 乾脆有零就好了 不要到零 它沒有統一 OK 那如果沒有統一 我們怎麼辦 第一個 先找零 那接下來的話 再找零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那種狀況是 如果沒有零的話 那請你再幫我找一下 零這個字的 這樣的敘述方法 如果公式要怎麼寫 我的想法是 你可以第一步 先把上面的公式 再把它選起來 不包安等號把它剪下來 那剪下來之後呢 透過一個邏輯判斷 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 當然你想到一定會有一個if 不過if之外 因為我們主要要判斷的是 由緊字號開頭的 緊字號開頭在isail裡面呢 就是所謂的錯誤 所以這個函數的話 叫做ifl 所以你找一下邏輯 邏輯裡面的話 就有這個 叫if 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l l的話呢 就是錯誤 也就是說 如果裡面 有錯誤的話 有錯誤意思 白話意思都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零這個字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處置啊 所以ifl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你把剛剛剪下來的公式貼回去 OK 然後貼回去之後的話 這個後面如果 假設是有找到的話 那就不是錯誤 可是呢 它的上面跟下面呢 那就錯誤 那表示這邊有錯誤 那如果有就是value ifl的話 那請問一下 如果有找不到的狀況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處置啊 那我當然 如果找不到零 那你幫我找零看看 所以你就再貼一下這個 只是說下面這個 就是說找不到的話 那要做什麼處置啊 那就是 請你再幫我找一下 裡這個字 OK 那你把按確定喔 有沒有 ifl如果找不到零 再幫我找裡 按確定 那試試看喔 往上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只要有裡的字喔 它就會出現了 有沒有發現 這邊都有裡有沒有 有裡的 這個有裡的 有裡的 它就出現了 可是沒有裡的喔 它還是錯誤 所以喔 接下來的話 應該 再來就是 如果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裡 那請你怎麼樣 再幫我找區 那怎麼敘述 那其實一樣喔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再回到這個 h的39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一樣的方法 請你再把那個 公式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減下來 為什麼要減下來 因為還要再加一個 ifl 因為上面還是有 錯誤訊息 所以呢 你再去插入一個 ifl 然後呢 因為有錯誤訊息 所以你幫我過濾一下 所以再把公式貼到 values 讓它過濾一下 就是如果呢 裡面的結果 假如錯誤的話 那請問一下 你要做什麼 再去幫我找區吧 所以再去找區的話 那你就把剛剛這個 不是全部喔 就是剛剛那一串 叫fine 0 有沒有 然後f39 後刮弧 記得喔 就是到後刮弧 一個喔 Ctrl C 然後再貼到這邊來 意思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 裡 那你就幫我再去找區吧 OK 你應該可以知道這意思吧 只是說這個動作 不要做錯 不然的話 一個小地方錯 那你結果 應該就全錯了 而且 而且還沒結束 我們只有找前面的 還沒找後面的 所以前面後面找到 然後在MID 切割 公司就有了 哇 可是光這樣喔 可以想見 這個公司應該非常多 不過沒辦法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複雜的邏輯啦 不然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要怎麼做 用滑鼠自己用眼睛看吧 OK 那當然一定是更浪費時間 按確定 好 記得喔 貼過來有沒有 幫他檢查一下公司有沒有錯 刮弧區 然後痘點f39 按確定 好 那理論上喔 這前面的字應該都找到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沒有value錯誤了 不過如果還有的話 那你可能還要再來一次 再加一個ifl 哇 那不得了了 OK 前面都對了嘛 那底下的話應該也都對了 好 不過啦 如果還有錯的話 你外面可能要再包一個 然後我們不要再 我們就三個就好了 三個就夠了 不然的話再來太複雜了 OK 那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先fine 有沒有 然後把它放到 把這個放到ifl裡面 貼過來 然後等於貼兩次 下面這個改成0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剪下來 再貼到外面這個ifl 然後把這個剛剛的這個貼過來 然後把底下再加一個區 這樣子 前面那個字的位置就找到了 好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怎麼做 那回到 我們回到上面這個 最上面 因為其實你就不一定要停到39 因為反正底下公式都一樣 那第二階段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剪下來 為什麼 因為剪下來之後呢 再把它放到哪一個 mid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知道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所以要再把它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再插入那個mid的函數 mid的話是在文字 然後呢 你就跟他講說 我要這個 減的這個文字在這邊 然後從哪個字開始 從剛剛的公式的位置 記得要加1 因為是零里區的下一個字 下一個字就加1 然後要抓幾個字 你說抓三個字也不對啊 三個字 假設三個字好了 它變新生北 那如果你四個字的話呢 它可能下面這個叫什麼 莊淨露變 莊淨露山 有沒有 欸不對啊 如果你是西生北 底下 莊淨露山 松山露山 要多一個數字 怎麼辦 你說老師沒關係 那我自己再把它刪掉 等於你還沒錯完 好 那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如果假設要完全正確的話 這個數字 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呢 你再去找後面這個路接道 三種可能性 找到的位置 再檢調零里區的位置 再找檢調零里區的位置 那就是對得數字了 可是這個公式顯然非常冗長 但是我加過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找那個 那個路接道有沒有 其實它的邏輯 跟那個零里區一樣 所以喔 你想把它貼上之後有沒有 改成路接道 這樣就找到什麼 找到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再檢調剛剛那一串 所以喔 我們剛剛那個 檢下來這個公式 等於要貼三次 第一次在這裡加一 第二次的話呢 就是貼上之後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路 所以這邊 那這邊下面一個叫接 那這個最後一個就道 那那個路接道的順序喔 不一定要按照這個順序 你要 比如說道接路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不像剛剛地址一定是 先區 再里 再零 它反正哪個出現 都是三選一的 所以 這個順序比較沒關係 然後 後面記得再減掉什麼 再貼 再貼一次 再貼一次呢 就是 零里區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四個字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 每個應該都對 OK 哇 好不容易喔 這真的是 OK 好 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的公式 大概就 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剛剛 這個做完之後 貼三次 一次 兩次 再減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謝謝 謝謝 T means